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7月24号星期三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旧金山拖车公司因设诈 被禁止于该市开展业务 北湾诺瓦托学校 要求八年级前学生不准用手机 国会研究称 无证移民将帮助减少近万亿联邦赤资 民调显示贺锦丽接棒后 特朗普未显著领衔 上半年中国国有企业利润按年 跌0.6% 王毅与到访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举行会谈 内塔尼亚湖在美国国会演说 称战后加沙要实现非军事化和去基进化 联合国报告称 全世界每10亿人中就有一人面临饥饿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消息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吴卓明7月24号旧金山总和报道 据ABC本地七号电视台的消息 旧金山正在对一家脱车公司采取行动 市政府称该公司有非法脱车的历史 旧金山市政府律师办公室对汽车拖车 这家公司提起诉讼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 指控该公司非法从私人财产上拖走车辆 违反多项州和地方法律 政府律师邱幸福称 这家公司通过非法拖车 故意误导和骗取人们数百元 旧金山无意于从事非法行为的剥削性企业签订合同 本台记者吴泽民7月24号旧金山总和报道 据ABC本地七号电视台消息 在北湾诺瓦托公立学校的小学生和初中学生家长 可能会在今年秋天需要做出承诺 承诺在孩子上高中之前不会给他们智能手机 诺瓦托联合学区希望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家长 在给孩子配备智能手机之前三思而后行 学区正在考虑等到八年级承诺 也就是家长承诺在八年级结束前 不让学生使用智能手机 一些诺瓦托的家长也表示 他们已经准备好承诺 不让八年级以下孩子使用手机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三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上发表讲话 他的出现引发了华盛顿特区的大规模抗议 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两党议员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 为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进行辩护并谴责美国抗议者 他的讲话引发了许多民主党高级议员的抵制 并吸引了数千人到国会大厦前抗议 示威者击鼓点燃照明弹并升起巴勒斯坦旗帜 国会警察报告称 抗议人群开始变得暴力 导致他们使用胡椒喷雾并进行了逮捕 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一项研究显示 美国不断增长的无证移民人口数 将在未来十年减少联邦近1万亿元的财政赤字 CBO估计2021年至2026年期间 无证移民人口将近增加870万人 预测报告基于这870万移民群体 在2024年到2034年期间持续对经济的贡献 考虑的因素包括他们所产生的经济活动 缴纳的税款以及领取的福利成本 预计这些无证移民将在2024至2034年期间 为联邦政府带来1.175万亿元的收入 同时产生2770亿元的强制性支出和净联邦支出 从而使联邦赤字净减少约8980亿元 7月24日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在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特朗普 在潜在总统竞选对决中的支持率不相上下 这项由CNN和SSRS联合发起的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全美选民中的支持率为49% 贺锦丽的支持率为46% 两者差距在民调的抽样误差范围内 民调还显示支持贺锦丽的选民中50%的人表示 他们投贺锦丽更多的是为支持她 而不是为了反对特朗普 而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74%的人表示 他们投票是为了支持特朗普 而非反对贺锦丽 周三 非盈利益组织Vote.org称 在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后的48小时内 全美新增了将近4万名登记选民 这是本届选举周期中48小时内 新登记选民人数最多的一次 据统计共有3.85万名新选民进行注册登记 其中83%的年龄为18至34岁 自从贺锦丽获得拜登的背书后 年轻的民主党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支持他与前总统特朗普竞选 7月24日在国会作证期间 联邦调查局FBI局长雷透露 试图刺杀前总统特朗普的枪手克鲁克斯 在案发前一周在网上搜索了 肯尼迪刺杀案的细节 这为揭晓可能的作案动机提供了线索 他还指出克鲁克斯在那段时间的搜索 变得非常关注前总统特朗普和这次集会 截止目前FBI已经进行了400多次质询 数十名FBI人员参与了调查 但到目前为止 FBI尚未确认枪击的动机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主持人萧芳 下面来了解中国新闻 本台消息 中国财政部24号公布 上半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近2.27万亿元人民币 按年跌0.6% 今年首五个月按年增速为2.3% 数据显示上半年国企营业总收入 40.83万亿元 按年升1.9% 首五个月增速为3.1% 截止六月底 国企资产负债率为64.9% 上升0.1个百分点 本台消息 中国护身股市24号下跌 上证指数 鲜守2900点关口 深证 以及创业版指数 跌超过1% 汽车产业链 网约车 光刻机板块向下 贵金属 风电等板块逆势上升 当天上证综合指数 报收2901点 跌13点 跌幅0.46% 创五个多月新低 深证城指 报收8493点 跌113点 跌幅1.32% 也创下五个多月来的新低 创业版指数 报收1650点 跌20点 跌幅1.23% 另据消息 人民币中间价 24号跌至八个多月来的新低 报7.1358 对1美元 较上日中间价跌24点子 中间价与市场预测 仍偏离超过1400点子 中国财政部24号通过 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 招标发行550亿元 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 票面利率将通过竞争性招标 确定 截至目前财政部今年已发行 3630亿元 超长期特别国债 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建设 本台消息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 24号在广州与到访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举行会谈 王毅说中方始终坚定治理 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四个应该为此提供重要遵循 近期吴俄双方都不同程度发出愿意谈判的信号 虽然条件和时机还未成熟 但中方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 愿意继续为停火止战 恢复和谈 中方引述库列巴表示 乌方高度赞赏中方为促进和平 维护国际秩序所扮演的积极建设性角色 乌方重视中方的意见 愿意并准备同俄方进行对话谈判 据路透社报道 库列巴说 如果俄罗斯愿意真诚谈判 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进行会谈 但他说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表明俄罗斯方面愿意真诚谈判 巴勒斯坦各派别日前在北京举行内部和解对话 并于23日签署 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团结的北京宣言 对于有评论认为和解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号回应时表示 巴勒斯坦内部和解的关键是坚定信心 把握方向循序渐进 只有不断凝聚共识 并将之付诸实践 和解进程才能越走越实 内部才能更加团结统一 和平不会一蹴而就 但只要方向正确 就应当持之以恒 毫不动摇走下去 毛宁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 将持续实践全球安全倡议 为中东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据中国应急管理部网站的消息 据气象部门预报 7月24号到26号 北京河北等地有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 本轮降雨过程持续 具有一定极端性治灾风险较高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7月24号12时针对北京市河北省 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名中国人以及5家中国公司 24号被美国实施一系列制裁 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公司及个人 支持朝鲜的弹道导弹和太空导弹计划 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 美国表示将继续利用现有的工具 实施这些国际制裁 特别是通过破获导弹制造关键零部件 非法供应网络来实施国际制裁 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24号宣布 将由乒乓球运动员马龙 花样游泳运动员冯宇 担任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骑手 代表团秘书长张鑫表示 马龙担任棋手体现了对老运动员长期坚持的认可 近年来中国花样游泳竞技水平不断提升 在世界大赛上不断取得优异成绩 由冯宇担任棋手体现了对这个项目发展的肯定 也是对年轻运动员成长进步的鼓励 张鑫还说 奥运村可以提供移动空调租赁服务 代表团会根据天气情况考虑租用 有关代表团自带空调安装和自带床垫的传闻都是不实 由于来自本土低价制造商的竞争加剧 日本汽车的销量受到影响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计划将中国生产的燃油汽车的产能削减三分之一 本田将关闭其在中国七条生产线中的三条 导致其产能从149万辆降至100万辆 据日本商业日报报道 本田汽车正在与中国的合资伙伴 广汽集团和东风汽车集团进行谈判 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宣布谈判结果 强台风隔美目前正横过台湾海峡并移向福建 中国内地气象部门预计当地时间25号下午到夜间 将在福顶到近江一带沿海再次登陆 然后深入内陆北上 受影响省份可能超过10个 福建全省沿海养殖鱼牌上的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 所有渔船也回港避风 船上人员撤离上岸 隔美是在24号午夜前后登陆台湾宜兰 登陆时是超强台风级别 隔美吹袭台湾期间 全台有至少两人死亡 超过200人受伤 超过36万户一度停电 经抢修后仍有3万多户无电 一下时间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本台消息 到访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4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但是有几十名民主党议员 缺席抗议义军在加沙造成数万名平民死亡 内塔尼亚胡在演说中提出战后的加沙 要实现非军事化和去激进化 他强调以色列并不寻求重新安置加沙难民 但在可预见的未来 以色列必须在加沙保留压倒性的安全控制 以防止恐怖活动死灰复燃 并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他还说以军在加沙的行动会继续 并有信心以色列确保人质获释的努力会成功 另外 内塔尼亚胡说 美国和以色列可以在中东建立安全联盟 以应对伊朗的威胁 哈马斯高级官员祖赫利当天批评 内塔尼亚胡的演说充满谎言 显示他并不想达成停火协议 他警告 与以色列结盟将会是背叛行为 另据消息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23号说 他本周将在佛州海湖庄园 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本台消息 德国内阁24号确认 下次国会大选将在2025年9月28号举行 总理总理苏尔茨随后表示将争取连任 但他所属的社会民主党竟来民调低迷 苏尔茨24号在柏林的年度夏季记者会上 告诉记者 我将以总理身份参选争取连任 立场中间偏左的社民党 在2021年德国大选胜出 苏尔茨随后成为德国总理 德国社民党在6月的欧洲联盟大选 得票率仅14%为历年最差表现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架内陆客机 24号在起飞时坠毁 18人死亡 一人受伤 这架飞机原定飞往旅游胜利伯克拉 当地时间11时左右起飞时坠毁并起火 这架飞机载有两名机组人员和17名技术人员 原定前往伯克拉为机场执行维修保养工作 民航局发言人说 机师生还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本台消息 日本总务省24号公布 截止到今年1月1号 不计算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后 日本人口的总数约1亿2156万 较上年减少86万 连续15年减少 创1968年有统计以来最大跌幅 数据还显示 在同一统计年度内 日本出生人数创历史新低 死亡人数创历史新高 日本传媒分析 日本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使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 从年龄段看 日本65岁以上长者人口 有3571万2000 占比29.4% 长者人口持续增多 15至64岁 劳动人口则有7174万1000 占比59% 劳动人口持续减少 问题严重 外籍人口目前有332万3000人 首次突破300万大关 联合国五家机构 24号联合发布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 报告说 地区冲突 气候变化和经济衰退等不利因素 连同健康膳食成本高昂 食物环境不健康和不平等现象 导致全球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状况 持续恶化 食物不足水平与15年前相当 去年全球约有7亿3300万人面临饥饿 每11人中就有一人食不果腹 报告说 2022至2023年间 西亚加勒比和非洲大多数区域饥饿形势 呈现加剧趋势 其中非洲每5人中就有一人面临饥饿 另外 去年全球约有23亿3000万人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 报告警告 到2030年将有约5亿8200万人处于长期食物不足状况 其中一半在非洲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 关于消除饥饿的目标将难以如实实现 巴黎奥运女子足球项目的小组赛25号即将登场 加拿大女足代表队一名工作人员 却在22号赛前用遥控无人机刺探新西兰队的训练 遭法国当局拘留 加拿大奥委会为此致歉 上届奥运女足金牌得主加拿大队将在25号的小组赛对阵新西兰 开启争取未免之路 2024巴黎奥运开幕在即 世界永连对游泳选手实施有史以来最严格的药物检测计划 主要目标是中国运动员 中国参加巴黎奥运的31名选手 每人至少已接受10次药解 自今年1月以来 位于欧洲并获世界水上运动总会认可的实验室 已对中国游泳选手进行418次药解 如果再加上其他机构进行的检测 中国游泳选手平均接受多达21次的药解 相比较澳洲选手 澳洲游泳选手在同一时期平均药解为4次 美国运动员平均接受6次 今年4月媒体披露 23名中国游泳选手在2020年底 和2021年初于中国国内赛时中 被检出驱美他勤呈阳性反应 却未受惩罚 后来还获准参加2021年夏天 参举行的东京奥运 中国反禁药机构认为 这些选手是在下榻饭店 误食了遭污染的食物 才会涉入驱美他勤 因此没有理由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 今天节目最后时间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128.61点 跌幅2.31% 报收5427.13点 到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04.22点 跌幅1.25% 报收39853.87点 纳斯达克增合指数下跌654.94点 跌幅0.0点 跌幅3.64% 报收17342.41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消防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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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